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eple公民新聞報 臺北市環保局 響應世界水資源日 在大家河濱公園 舉辦靜西活動 共有二十多隊 水環境許手隊來參加 檢食保特瓶 煙蒂等垃圾 透過檢疫的水質檢測 共同守護河川環境 為響應環境部 3月22日世界水資源日 串聯地方政府系列活動 宣揚水環境生態 与人民生活共存 珍惜水資源 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在基隆河大支橋下 大家河濱公園 及迎風河濱公園 辦理靜西活動 本次活動 台北市水環境巡守隊 共計二十隊參加 透過靜西及水質檢測活動 來共同守護台北市河川環境 我們持續都在大石橋基隆河主岸 然後到社子島河公園 會帶著青年志工 跨校跨域跨離 一起來救團來關心水環境 然後同時也推廣環境教育的理念 希望讓環境保護能夠向下扎根 各隊將垃圾集中 並統計垃圾量及做檢疫的水質檢測 透過公民參與的靜西行動 希望能喚起民眾守護環境的意識 一起用具體的行動 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臺南觀田盛產靈角 當地的靈角農們 也都堅持使用友善農法 讓靈角田的環境 更適合水質和其他兩類來環植生存 但靈角田需要用人力的方式採收 十分辛苦且費力 當地靈角農們正面臨 嚴重的缺工困境 臺南市觀田區的每年九至十月 是靈角盛產期 過去因傳統農法 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 導致水質一度瀕臨滅絕 近期則在友善農法的推廣下 不僅全工富裕水質 也時常能見到許多鳥類的身影 只有兩隻雛鳥 到了第一年就到了12隻 到第三年111年大概有24隻 在友善農法的推廣下 學肢數量逐漸增多 然而靈角農民們正面臨著缺工的困境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缺工 找不到工人可以採收 我不可能說種起來 讓它任由它在那裡掉落 沒有去採收 靈角它是分層次生長 你沒有辦法說去用機器下去採收 一定每一顆靈角都是人工採收 所以工人這一塊是真的 是迫切的需要 觀田靈角的發展 是生態健康的重要一環 更牽連著觀田靈角農的生計 生態保育與農業發展共存的觀田靈角 是許多農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在高齡化及缺工情況日益嚴重的現代 更需要的會是全民的關注與實際支持 讓美麗的靈角田及水質棲地得以永續生存 我們旅遊 Namk F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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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p